第1241章 你还敢有意见吗 面对来势汹汹的血爪 秦军无动于衷 继续前进 吟 这时 龙音声乍响 只见一道地盐龙气 从秦军体内呼啸而出 直接将血爪撞散 化为漫天血舞 这一幕 看得数百万生灵瞪大眼睛 满脸活见鬼之色 龙 龙气 好强大的龙气 此字 真的是大罗使仙吗 怪不得他敢下场 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有意思 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惊呼声冲斥四面山峰间 秦军表情淡漠 石无双则紧皱眉头 他是谁 林之中沉声问道 可惜他旁边的长老们 都不认识秦军 无人回答他 秦军云淡风轻地落入场中 他盯着石无双 轻笑道 此女 朕要了 你有意见吗 你若敢有意见 朕必血洗天虎踪 哄 此言一出 整个林家仙山轰动 就连一众林家高层 也是如此 石无双的脸 瞬间黑下来 这番话不是他说的吗 秦军竟然敢以他的话来羞辱他 他可不信秦军能血洗天虎踪 比天虎踪强大的势力 都在星空另一端 怎会来此穷乡僻壤 你找死 石无双怒骂一声 当即向秦军冲来 秦军不屑一顾 数十条地盐龙气 从背后冒出 高高在上 俯视着袭来的石无双 林玉琦 眼神产生一丝波动 双手微微攥紧 此刻没有人注意他 都将目光锁定在秦军与石无双身上 数十条龙气怒笑而出 疯狂撕咬向石无双 速度之快 让石无双心里一紧 连忙腾挪身形 躲过一条条地盐龙气的轰撞 蹦蹦蹦 白玉石面被轰碎 眨眼间 石无双来到秦军面前 臭小子 我非要撕碎你不可 石无双满脸猙獰 眼中流露出残忍笑意 当他一拳落在秦军胸膛上 如同撞上金刚 让他脸色巨变 秦军修炼了不灭圣身 即便境界有差距 站在原地 让石无双打 都伤不了他 看来你的身体被女色掏空了 秦军讥讽笑道 如同接了石无双的伤疤 让他暴跳如雷 双拳疯狂攻向秦军 滚 伴随着天神般的怒吓 秦军一掌拍出 大周天机心成长 他连入圣境圆满的地天无 都能挑战 还怕入圣境中期 全掌相击 咔嚓一声 石无双右臂骨头寸断 一口血剑从嘴中喷出 急到烟火 迅速缠绕他的手臂 再蔓延至全身 他的身体 更是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 哄的一声 撞在淡蓝色光幕上 朕的整座山都在 轻轻颤动 静 整个林家仙山安静下来 数百万生灵傻眼 包括半圣修为的林之中 在内 林玉琪则眼中流露出喜意 狂风呼啸 白裙翩翩 他如同一朵百合毅力风中 秦军收手 哼道 爬虫一只 朕都嫌脏手 哼 哼 空中的两头白虎 忽然咆哮着 向秦军冲来 显圣镜威压 让众多生灵色变 刹那间 一股恐怖杀鸡 铺天盖地袭来 两头白虎 直接暴体 血肉横洒长空 所有生灵 呼吸急促起来 林之中更是藤地一下站起来 目光死死看向远处 高高在上的李元坝和孙悟空 圣人 绝对是圣人 林之中 心底掀起滔天骇浪 浑身颤抖起来 浑身是血的石无霜 更是如遭雷击 愣在原地 任凭身上的极道炎火 灼烤自己 两尊显圣镜的白虎 就这样被凭空秒杀 连元神都来不及逃脱 四 刚才有大能出手 肯定是啊 怪说不得辞子敢口出狂言 没想到是真的背景通天 难道是圣人 绝对是 否则怎敢惹圣人之子 这家伙 到底是谁 有人认识吗 数百万生灵沸腾起来 望着场中 风神俊逸的秦军 目光都变了 变得敬畏 林玉琪轻眼小嘴 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正想那你为妃 可愿答应 秦军看向林玉琪 笑问道 既然她已经跳出来 那就娶吧 作为天地 妃子太少容易被耻笑 就连打击她们 都经常推荐角色女子给她 只是她看不上 林玉琪愣了愣 燕然 笑道 我答应 说完 她纵身一跃 如同从天降的莲花 飘向秦军 秦军 抬起右手 在空中接住她的束手 往怀中一拉 家人入怀 让全场更加振奋 两人相拥 俊男角色 当真是良配 山上的李元霸和孙悟空 看到这一幕 顿时兴奋起来 陛下威武 霸气 直接拥女入怀 看得她们心潮澎湃 十无双看到林玉琪 被秦军抱入怀中 眼睛瞬间红了 但一想到 藏在暗处的神秘大门 恐惧就漫上她的心头 林之中和一众长老 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这一下子 他们算是彻底得罪天虎宗 现在只能祈求 秦军背后的势力 强于天虎宗 触发支线任务 时无双之怒 任务详情 时无双对宿主产生仇恨 其父偏爱其子 天虎宗势必与宿主为敌 若是铲除天虎宗 宿主将获得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一次死中巅峰机会 一次神魔副本机会 一次系统恩惠机会 系统提示因忽然响起 让秦军嘴角一弯 这家伙 完全是来给他送任务奖励的小怪 爬虫 你还敢有意见吗 秦军冷声问道 看向时无双的目光 充满了细血 他丝毫不怜悯时无双 此人嚣张跋扈 一言不合就要杀人 留在世上 也是一个祸害 面对他的目光 时无双无比憋屈 但两头险胜进白虎的惨死 吓到了他 让他不知该如何开口 杀了他 斩草除根 你若放他 他肯定会记仇于你 凌玉琪忽然开口道 让秦军诧异看向他 此女倒是够果断很辣的 不过秦军确实也没有放过 时无双的意思 说吧 你想怎么死 秦军放开凌玉琪 一步步走向时无双 这家伙 先前那么嚣张 秦军可不想直接杀了他 先踏破他的心理防线 最后能把他的圣人父亲 诱过来 能培养出这种恶人 估计 他的圣人父亲 也不是好东西 第1242章 又是妖猴 我可是天虎宗圣人之子 你当真要斩尽杀绝吗 时无双怒声吼道 他努力想要驱散 身上的极道炎火 可惜这些火焰 如同复古之躯 根本甩不掉 秦军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向他步步紧逼 放过你 此事就算完嘛 秦军问道 时无双连忙说道 当然 这美人 我让与你 你我没有恩怨 表面上装作毫不介怀的模样 心底里却是不停地咒骂秦军 秦军可是身怀震斗蜜字 可以窥探对方的心理活动 只要修为不超过他两个大境界 这样嘛 那当然好 秦军面露微笑 让时无双如释重负 就在这时 秦军猛然一动 迅速来到他时无双面前 张嘴喷出熊熊疾到炎火 瞬间将时无双淹没 哎呀 时无双惨叫起来 声音让人头皮发麻 但数百万圣灵 没有一位同情 时无双 反而欢呼起来 这奸邪之徒 终于被除了 干得漂亮 此子到底是谁 这下子算是 彻底得罪天虎宗了 看他样子 完全没有把天虎宗放在眼里 凌家攀上高枝了 刚才那两头 险生进白虎 被秒杀 说明暗地里有半圣 甚至圣人在保护他 数百万圣灵沸腾起来 仿佛他们成为了凌家女婿 这一切都源自于 时无双 先前太张狂 目中无人 想要抢娶家人 引得圣灵们反感 死了 凌之中 愣愣地望着秦军面前的熊熊大火 时无双的叫声已经停止 甚至连气息都消失不见 他明白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天虎宗的怒火 前几日 天虎宗才因为神秘的 擎天地折了 两尊圣人 现在又死了一名圣人之子 辛仇旧恨 都要算在他们头上 秦军转身 来到凌玉琪面前 右手隔着 面纱抬起他的下颌 家人美目 似乎含着水 惹人心怜 你叫什么名字 秦军笑问道 这双眼睛倒是很美 凌玉琪 凌玉琪轻声回答 心中有些娇羞 不敢与秦军对视 连忙偏头 秦军念了念这个名字 到日后 你就是朕的妃子 事情结束后 跟朕走 如何 走 凌玉琪愣了愣 然后点头同意 留在凌驾 他也不知会被嫁给谁 说不定又是十无双这样的人 他虽然看不透秦军 但秦军与十无双 是截然不同的人 从气质就可以看出 秦军眉宇间充满了傲然 是那种上位者的傲然 而非十无双奸邪的自负 凌之中 深吸一口气 走到台阶边缘 朗声问道 还会谁愿意上场挑战 他神识扫过秦军 发现此子 似乎只有二十多岁 他第一反应是 不幸 二十多岁的大罗始仙 他闻所未闻 无人应战 万岁以下 凌驾仙山内 无声灵能战胜十无双 更别说轻松碾压 十无双的秦军 当然 更多的 生灵是忌惮藏在暗处的 神秘强者 既然如此 那小女就驾驭 凌之中的话 说到这里忽然停下来 他这才意识到 秦军还未爆出名字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圣威席卷而来 何人杀我 一道充满愤怒与杀意的爆喝声 传来 数百万生灵 被震得头脑昏沉 凌之中脸色大变 没想到圣人来得这般快 若非凌圣仙玉与 天虎宗相聚太远 圣人一念就能感到 可惜他 还是来晚了一步 儿子已经灰飞烟灭 凌玉琪 吓得身子颤抖 他只有真仙境修为 二十岁的真仙 天赋已经够厉害 但在这一刻 他渺小如尘埃 秦军揽过他的腰肢 让他的压力顿时减小 轰隆隆 狂风呼啸而来 数百万生灵 齐齐抬头看去 差点将他们吓死 只见一只比凌家仙山 还庞大的巨大手掌 正在落下 宛若天崩 恐怖的风压 让生灵们感觉好像 被一座巨月压着 一些羞为弱的生灵 和凌家下人 直接趴倒在地 那是 凌玉琪惊恐地 望着上方的遮天巨手 他从未遇见过圣人 面对圣威 只感觉灵魂都在战里 也怕 秦军仰望巨手 轻声道 凌玉琪不知为何 竟然莫名地镇定下来 意味在秦军怀里 似乎秦军的胸膛 就是他最安全的港湾 一根紫金色天柱 忽然从两座山峰间冒出 直冲天穷 将遮天巨手捅破 一切发生得太快 数百万 圣灵都来不及反应 遮天巨手 就被混沌紫金棒搅散 哼 敢犯我陛下 还不快出来 受死 孙悟空怒笑道 宛如魔神咆哮 震撼心灵 上方出现一道身影 他一身白袍 黑发乱舞 身子骨略显消瘦 但给人一种 浩然至上的气势 天虎宗圣人 这妖猴 白袍圣人 盯着孙悟空 满脸冷汗 最近有一只妖猴 明动宇宙 斩杀十几尊圣人 其中包括他们 天虎宗的两尊圣人 妖族的圣人携手 而且还是妖猴 孙悟空的身份 呼之欲出 齐天大圣 这一刻 白袍圣人的怒火 如潮水般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无尽的恐惧 齐天大圣在此 难道此子 就是擎天帝 白袍圣人 看向秦军 额头上的冷汗越来越多 他可是听说 擎天帝手底下 不止一尊圣人 甚至还有 急炎魔神的存在 完了 白袍圣人彻底傻眼 不知该怎么办 他想退 但又怕触怒 孙悟空雷霆出手 场面瞬间寂静下来 数百万圣灵惊恐地望着 高高在上的白袍圣人 还以为白袍圣人 在搜寻 杀石无双的真凶 殊不知 眼前这位圣人 已经吓破肝胆 混沌紫金棒收缩回去 孙悟空腾飞而起 急笑道 怎么 不敢继续进攻了 白袍圣人 脸色无比难看 脑子里迅速想着 如何全身而退的对策 孙悟空一显现 顿时引起轰动 那是 猴子 是一尊猴王 最近怎么有这么多 强势的妖猴 先是齐天大圣 又是这 齐天大圣 四 难道他是齐天大圣 数百万圣灵 彻底激动起来 平时可没有 妖猴惊世的消息 前几日才出现一位 齐天大圣 不可能再出现 另一位 敢与圣人抗衡的妖猴 第1243章 天虎宗 负面 齐天大圣 孙悟空的身份 迅速被揭开 凌玉琪抬头惊恶地 看向秦军 你 是秦天殿 凌玉琪 只感觉脑袋炫愈 虽然他是 凌家的掌上明珠 但和最近声名确起的 秦天帝相比 完全不值得一提 秦天帝可是能灭圣门的 超然存在 秦军没有回答他 而是对孙悟空吩咐道 留他一条命 让他带我们 去天虎宗 既然能触发支线任务 说明 他和天虎宗的恩怨 在白袍圣人面前 左手如同钢钳一般探出 迅速扣住白袍圣人的脖子 右手握着混沌紫金棒 往其身上一砸 直接将其肉身砸爆 这一幕 可是把数百万生灵 吓坏 传说中 齐天大圣屠圣 亦如反掌 而且手段极其残暴 今日一见 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霸道 只剩下一颗头颅的白袍圣人 绝望地望着孙悟空 叫道 求求你放过我 我儿子的死仇 不追究了 追究 你有能耐追究吗 孙悟空讥讽笑道 舌头舔了舔嘴唇 露出嗜血的冷笑 旋即 他左手将白袍圣人的元神抽出 将其头颅用混沌紫金棒击飞出去 邻家仙山寂静无比 所有生灵都愣愣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孙悟空 秦军摇头失笑 这泼猴总是这么残忍 林玉琪也被孙悟空的表现震撼到 在他心里 圣人近乎是无敌的存在 怎么在孙悟空面前 如此脆弱不堪 孙悟空迅速落至秦军面前 左手还抓着白袍圣人的元神 白袍圣人奋力挣扎 可惜他修为只不过圣人近初期 怎能反抗孙悟空 秦军转头对凌家一众高层 笑道 朕没有什么聘礼 就以天虎宗的覆灭当聘礼吧 说完 他对孙悟空吩咐道 把凌家家主带上 一同前往天虎宗 不用孙悟空行动 李元霸顺一般出现在凌之中身后 右手落在他肩上 两人下一秒出现在秦军身侧 家主 父亲 你们想干什么 凌家的高层们顿时慌了 现在流言已经把秦天帝 渲染成穷凶极恶之徒 天性好杀 再加上石无双和白袍圣人的凄惨 下场 由不得他们慌乱 你若想活 就指引我们去天虎宗 否则你死 我们还能通过其他圣灵询问道 天虎宗位于何方 孙悟空对着白袍圣人的元神宁笑道 别看他平时桀骜不驯 但孙悟空可是出了名的聪明 天虎宗一晃 法力带着李元霸 林之中 秦军 林玉琪消失在原地 哄 四面山峰上 数百万生灵沸腾起来 秦天帝杀向天虎宗了 天虎宗平日里霸道专横 终于有人能治他们 岂止是至 齐天大圣那么残暴 怕是要血流成河 是啊 太可怕了 林家真的要鸡犬升天了 不一定吧 秦天帝得罪了太多势力 木秀于林弼催之 数百万生灵 一润纷纷 林家高层们面面相去 心情都无比复杂 他们都没有想到 一场比武招亲 会导致一尊一流势力的陨落 一刻钟后 秦军等人回归场中 让还未散去的数百万 生灵们愣住 这么快就回来了 难道出了什么变故 完成之线任务 实无双之怒 获得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一次死中巅峰机会 一次神魔副本机会 一次系统恩惠机会 听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秦军嘴角飞扬 怀中的林玉琪 还处于恍惚中 身后的林之中 满脸冷汗 身体瑟瑟发抖 短短一刻钟 天虎宗已经不复存在 秦军一降临天虎宗 就强势要求天虎宗遣散 凡事敢反抗者 皆堕入轮回 天虎宗剩下的两名圣人 都被孙悟空一棒打爆 行神俱灭 而白袍圣人的元神 也被孙悟空掐散 临死前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人与侯的信任哪去了 林家主 可否让你女儿跟朕走 日后 朕会庇护你们 林家 秦军搂着林玉琪 对林之中笑道 此女身子弱入骨 十分轻盈 搂入怀中 清香钻入鼻中 让秦军心情愉悦 林玉琪娇羞得低头 谁不仰慕英雄 更何况 秦军还是在危急关头 挺身而出 甚至为了他 覆灭天虎宗 他怎么可能不敢动 冲冠一幕 魏红颜 英雄救美 往往是动人爱情故事的开始 林之中惊醒过来 他无法想象孙悟空有多强 圣人在孙悟空面前 都如同猪狗一般被宰 他已经决定 要牢牢抱住秦军这根大腿 所以他看向秦军的目光 变得越发热切起来 朕现在就带他走 要不了多久 朕就会回来 届时你们林家 等着一飞冲天吧 秦军疏狂大笑道 说话间 抱着林玉琪踏空而去 孙悟空和李元霸 紧随其后 一行四人 迅速飞出林家仙山 留下林之中 在原地独自兴奋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已经灭了天虎宗 不可能吧 天虎宗离这里有多远 圣人一念 可去天涯海角 我们认为遥远 但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四 难道天虎宗真的被灭了 数百万生灵精仪 若是天虎宗被灭 那秦天帝 真的要明东内宇宙了 先是圣门 再是天虎宗 据说连古佛界 都被秦天帝欺压过 我们林家要崛起了 要崛起了 林之中仿佛失心风一般 兴奋地叫着 握紧双拳 还向林家高层们飞去 此事 后来成为林圣先遇千古流传的佳话 秦天帝为依人灭强宗 引得无数后背向往不已 另一边 秦军等人迅速回到后土 杨检等神魔所住的客栈中 牵着林玉琪的束手 秦军笑道 你不怕吗 林玉琪眨了眨眉目 轻声问道 怕什么 万一朕不好好带你 万一朕把你带去危险之地呢 秦军戏谑问道 第1244章 环宇三尖刀 我相信陛下会好好带我 无论陛下带我去哪 陛下都会保护我 林玉琪没有慌乱 反而嫣然一笑 先前他以为自己要嫁给十无双十 虽然面无表情 但心里却是充满了苦涩和绝望 到头来 家族并不可靠 千军一发之际 秦军出现了 以绝对强势的姿态 几百十无双 在灭其宗门 那一刻 秦军的身影就落在他的心上 以后没有人能欺负你 秦军挑起林玉琪的下颌 笑道 惹得他面纱下的 脸红润起来 呼 一缕威风吹过 掀起林玉琪的面纱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精致脸蛋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使得他雪白的肌肤透着光 更显美丽 秦军看得眼神湿了 下意识将脸贴过去 林玉琪小脸通红 仿佛要低血一般 眼看着秦军越来越近 他呼吸都急促起来 碰 就在这时 房门被踹开 秦不败大大咧咧地闯进来 笑骂道 臭小子 竟然背着老子去找小倩 秦军的脸瞬间黑下来 林玉琪尴尬不已 捂着脸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进来干什么 秦军额头抱惊 你他妈是不想再添孙子了吗 秦不败坏笑一声 不理会秦军 自顾自地打量林玉琪 笑道 是个美人胚子 可以加入我吉野魔神族 一边去 别妨碍我们 秦军将羞涩的林玉琪的 搂入怀中 美好气地哼道 秦不败丢给秦军一个 我懂的眼神 就转身离去 让秦军哭笑不得 这个老不正经的家伙 秦不败离去后 屋内陷入沉寂中 林玉琪贴在秦军胸膛上 心如小鹿乱撞 接下来 朕要去巴荒 秦军开口道 打破沉寂 林玉琪抬头 惊讶道 巴荒 可是宇宙禁地最多的巴荒 巴荒存在无数载 那有许多决定 法阵禁止更是数不胜数 传说就算圣人进去 也得拖一层皮 神皇就曾闯过巴荒 即便离开了内宇宙 依旧威名远播 当然 有留言说 神皇只是在巴荒外围行动 未曾深入 总而言之 巴荒在内宇宙中 可谓是人尽皆知的存在 同时也是 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多少英雄豪减 盖世大能葬身于巴荒 秦军 轻轻点头 道 朕带你去大秦天庭 大秦天庭 凌玉琪眼中 流露出好奇之色 难道这就是 秦军背后的神秘势力 秦军神秘一笑 不再多说 还有几个时辰就该出发 所以他没有和凌玉琪 进一步的亲近 随后一个时辰 玉顶真人和煮酒鹰 接连来投 饕贴 想从窗户 跳入秦军的屋内 但被李源爸发现 一巴掌拍在地上 震得整个客栈剧烈摇晃 好在秦军及时阻拦 否则这头凶兽 可能惨死于李源爸手下 既然已经骑了 那就出发吧 秦军说完 将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起身 坐在他旁边的凌玉琪 跟着起身 孙悟空 李源爸 杨姐 玉顶真人 竹九英皆是点头 玉顶真人一身轻袍 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竹九英则浑身透露着阴冷的气息 虽然保持着人形 但皮肤是幽蓝色 让人不寒而栗 抛贴躺在秦军脚边 如同家猫般大 羊身大头人面 其嘴也大 无比怪异 众人走出房门 与鸡不败 死到 福西 后土 菩提祖师会面 一同出发 前往八荒 与此同时 关于天虎宗被灭的消息 如同旋风般 在数十个仙狱中传开 消息传到 灵圣仙狱时 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灵家比武招轻时发生的事情 也开始流传 使得秦天帝之名 再次推向更高的顶点 又是秦天帝 圣门 天虎宗都被他灭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位秦天帝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真的假的 天虎宗被灭了 据说天虎宗的圣人们 全部隐没 宗门被强行遣散 就算日后再聚合 也难以崛起 秦天大圣太强了 天虎宗的圣人们 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无数生灵都在好奇 秦天帝是何来历 秦天大圣为何如此强 消息向无边宇宙传去 据说妖族不少妖王 都开始仰慕齐天大圣 另一边 秦军等人正向八荒飞去 此刻 秦军盘坐在云彩上 浏览神话商城 他打算为杨姐 李源霸 兑换混沌灵宝 他还有一次系统恩惠机会 没有使用 可以任意挑选一件宝贝 不限价格 系统 帮朕筛选出适合杨姐的混沌灵宝 秦军心中吩咐到 目前为止 神话商城里的法宝 第一档就是混沌灵宝 在网上是什么级别的法宝 他就不得而知 下一秒 一把把神兵映入他眼中 蛟龙符海挤 混沌灵宝 内附无数蛟龙之魂 杀伐至宝 价值6500亿名气质 环宇三尖刀 诞生于混沌初开的混沌灵宝 可劈开一方事件 杀伤力强悍无比 价值7100亿名气质 劈天猎荒刀 来自极恶之地 怨念所惧 斩魂射破 价值7000亿名气质 三把混沌灵宝 冠他们的名字 就觉得霸道 秦军犹豫片刻 决定还是兑换环宇 三尖刀 如今他的名气质 已经累积到9000亿 毫不心痛 随即他在心中吩咐道 把法宝按名气质价格 由高到低排列出来 系统恩惠机会 当然是要选择极为昂贵的存在 鸿蒙地剑 诞生于混沌未开之时 需要紫微地心道果 才能使用 价值2万亿名气质 玄黄圣典 神通之典 可惜那混沌之后的 所有神通 立于不败之地 价值1万9000亿名气质 祭死天魔之意 来自强大的混沌生灵 祭死天魔 双翼 带有破灭万法的忌器 价值1万8000亿名气质 吉岩 破道枪 初代吉岩魔神所练的本命法宝 以无数混沌生灵鲜血 胶筑而出 价值1万8000亿名气质 一个个强的离谱的法宝 映入秦军眼中 看得他目不暇间 第1245章 混沌之宝 吉岩破道枪 初代吉岩魔神的本命法宝 秦军眨了眨眼睛 这把枪若是交给吉不败 或许能让吉不败战力腾飞 但要兑换就 兑换最贵的 2万亿名气质的鸿蒙地剑 高悬于榜首 看得他心仰 说起来 他还没有超强的标志性法宝 东皇太义有混沌中 帝郡有河图洛书 赵公明有定海珠 云霄有混沿金斗 路牙道人有斩仙飞刀 虽然他走得的是法体双修 肉身即法宝 但没一把能说出口的混沌领宝 实在是掉价 至于李源霸的混沌领宝 再等几日 现在他的名气只长得飞快 毫无停滞的架势 这把鸿蒙地剑也是 混沌领宝吗 秦军在心中好奇地问宝 与其他的混沌领宝相比 价格接近三倍 贵得离谱 明显不简单 此乃混沌至宝 系统回答道 让秦军瞪大眼睛 混沌领宝 就已经强得一塌糊涂 混沌至宝的多强 一想到这儿 他怦然心动起来 天地配地剑 再适合不过 玄黄圣典 祭死天魔之意 吉言破道枪 都是混沌至宝 秦军继续在心中问道 旁边的凌玉琪 看着秦军 仿佛在唱戏一般变脸 觉得有趣 眼嘴轻笑 起来 其余神魔 则习以为常 前面路过苏帝宗 要去看看吗 福西忽然向秦军问道 上次圣门大战中 有苏帝宗圣人参与 被孙悟空打死一名 还有一名逃走 就是上官刀圣 损失一名圣人 苏帝宗和秦军的恩怨 怕是难以抹去 日后若是给苏帝宗机会 肯定会报复 秦军思虑片刻 道 还是去吧 他虽然不惧苏帝宗 但也怕苏帝宗找林家报复 甚至以林家来要挟他 虽然他不可能忍受别人要挟 但好歹林玉琪 即将成为自己的妃子 他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嘿嘿 又可以杀圣了 孙悟空舔了舔嘴唇 宁笑道 他似乎杀圣成瘾了 李源霸撇嘴 道 这次该我了吧 竹九英 玉鼎真人 林玉琪听得冷汗淋漓 堂堂圣人在他们嘴里 似乎连猪狗都不如 看来 我真的能靠他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竹九英眼神闪烁 他对力量 可是有着近乎痴迷的热衷 否则也不会成为十二组屋中 仅次于帝宗的存在 玉鼎真人 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习惯寄来至子安之 不惜争斗 杨简成圣 他已经乐得合不拢嘴 众多弟子中 他最爱杨简 戴妻如亲子 杨简 此乃环宇三尖刀 混沌灵宝 赠于你 望你能保持大秦天庭战神之名 秦军拿出环宇三尖刀孝道 此宝一戳 众人都感觉寒风来临 目光锁定在环宇三尖刀上 无法再转移 刀柄长达一丈 黑底雪花 肾是绚丽 刀刃分为三道尖 寒芒闪烁 一股开天辟地般的锐气 扑面而来 让众神摸眼睛一亮 杨简呼吸急促起来 颤声道 给我的 混沌灵宝 玉鼎真人 后吐 死到 鸡不败 呼吸 主九英 皆是嘴角抽搐 菩提祖师 倒还好 天道至圣的他 已经看不上混沌灵宝 随手一把混沌灵宝 秦军到底藏了多少宝贝 林玉琪眨了眨眼 他不知道 什么是混沌灵宝 但能感觉到 环宇三尖刀的不凡 陛下 我呢 李源爸不依了 跟个小媳妇似的 只是不够萌 秦军翻了翻白眼 道 以后 你们都会有的 姬不败搓着双手笑道 记得还有老子的 嗯 以后 我把初代吉岩魔神的法宝送给你 秦军点头道 初代吉岩魔神 姬不败无语 完全不信 这时 秦军又拿出一件法宝 让所有人再次一不开眼睛 鸿蒙地剑 剑刃如同 拳头般宽 一股仿佛来自 亘古的苍茫气息 一出 周围飞速倒退的空间 也开始扭动起来 这时 菩提祖师顿时不淡定 眼睛都直了 秦军拿出剑鞘 藏剑于鞘中 配在腰带上 笑道 此乃鸿蒙地剑 日后将是朕的宝剑 上斩天外至尊 下斩九幽黄拳 陛下 这剑似乎很厉害啊 李源爸眼缠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剑产生兴趣 孙悟空和杨俭 下意识点头 与鸿蒙地剑相比 环宇三尖刀 都显得普通起来 即便梁宝 没有展示威能 却是能让人感觉到差距 就连脚边的饕餐 都忌惮地 望着鸿蒙地剑 仿佛遇到天敌 此宝怕事 超越了混沌灵宝级别 玉顶真人感叹道 福西 后土 竹九英都是点头 因为他们都联想到了 东皇太一的混沌中 那就是超越 混沌灵宝的存在 秦军大笑一声 转移话题道 苏地宗到了吧 怀揣着混沌至宝 他心情美滋滋 是的 福西点头道 说话间 衣袖一挥 此刻 苏地宗内 却是热闹非凡 苏地宗的总舵 位于一座巨岛之上 该岛堪比太阳星 山上无计其数的山岳迭起 大河 在山间澎湃汹涌 好似天河卸下 在中央区域 有一座高达十万丈的石像 那是一尊看不清面容的人像 右手指天 似在鹤翅苍天 石像之下 是一片极为宽敞的广场 浑身是写的 燕奴跪在石像前 身后 是数万时间 站满了苏地宗弟子 燕奴 乞丐少女叫道 他被绑在石柱上 动弹不得 周围有十名弟子 把手 上官刀胜 和其余苏地宗强者们 站在不远处 审视着燕奴 燕奴跪在地上 双手耸搭 明显骨头粉碎 他的那根石棒瓶 放在他膝盖前 他双目浑浊 毫无生气 鲜血顺着下河低落 凄惨无比 宗主 这家伙 是一蛮族的最后一位族人 不能杀啊 上官刀胜 咬牙对旁边一名蓝袍男子说道 蓝袍男子 正是苏地宗宗主 苏菲和 苏菲和面容平静 眼神这闪烁杀意 越发浓郁 哼 一蛮族早该灭了 当年背叛苏地 我们难道还要留他 另一名圣人怒道 他失去右臂 右肩鲜血淋漓 明显是刚经历大战 他的手臂正是被燕奴打断的 第1246章 七人太甚 此人修为达到圣人境中期 对我们苏地宗怀有憎恨 不能杨虎为患 苏菲和沉声道 倘若他这段时间 不坐镇苏地宗 怕是要让燕奴成功 燕奴乃是一蛮族的族人 肉身极为强大 普通的圣人 几乎伤不到他的肉身 让苏菲和想想 都后怕 上官刀圣一听 顿时极了 但又不知该如何劝谏 你们敢杀他 先祖在上 绝对不饶你们 乞丐少女怒声骂道 声音带着哭腔 若非燕奴 他怎能长大 在他心里 燕奴就如同他的爷爷 可惜没有人理会他 苏菲和拿出一把戏长铁剑 漫步走向燕奴 我要抽他进 拔他皮 练他魂 被燕奴打断一条手臂的圣人 骂骂咧咧的 让上官刀圣冷哼一声 先前可没见你这般凶威 苏帝宗 早已不是当年的苏帝宗 上官刀圣 莫叹一声 然后闭目 因为圣门大战 使得苏菲和对他很不满 现在无论他怎么劝 苏菲和都不听 让他心灰意冷 燕奴颤抖着 抬头 望向面前 这尊十万丈的神威石像 最后 我还是未能迎接你回来 甚至无法保住你的后人 燕奴的声音沙哑无比 充满了痛苦和悔恨 他痛恨自己弱小 若是他更强 说不定就能战胜苏菲和 扶持乞丐少女 成为苏帝宗的宗主 则则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口口声声说 要帮助苏帝宗找回正道 太不自量力了吧 不清楚 不过他真的好强 李长老完全不是对手 若非上官刀圣 被齐天大圣重伤 何须宗主出手 宗主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据说太上老祖 最近指点过宗主 苏帝宗的弟子们 议论纷纷 先前的大战 让他们回想起来 都久久难以平复情绪 咦 陛下 这里真够热闹的 就在这时 孙悟空的笑声 忽然在苏帝宗上空回荡 惊得无数弟子 转头寻找声音的主人 上官刀圣如遭雷击 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确实热闹 秦军的声音跟着响起 紧接着一道长虹 急驰而来 停在苏帝神像前 俯瞰苏帝宗所有弟子 苏菲和 转身 皱眉看去 刹那间 脸色巨变 他神识一扫 孙悟空 李源霸 杨俭 福西 后土 死到 姬 不败 菩提祖师 全都是圣人镜以上的存在 孙悟空和菩提祖师 更是让他看不透 如此阵容 只有顶级势力才能派出 再看到孙悟空 他忽然 联想到最近疯传的一个名字 齐天大圣 他下意识回头 看向上官刀圣 只见上官刀圣满脸金布 身子颤抖 不停 让他的心沉入谷底 难道真的是 秦天帝一行人 苏菲和惊恐起来 圣门 天虎宗 接连被灭 古佛界 被压得毫无脾气 就连九圣君之一的 南夜星都不敌 罪魁祸首 都是齐天大圣 准确地说是 秦天帝 齐天大圣再强 也听命于秦天帝 据说秦天帝手底下 还有不少圣人 今日一见 才知谣言并非捕风捉影 秦军望着苏帝的神像 眼睛一眯 不知为何 此神像竟然让他 感觉是活的一样 或许是错觉 他往下看去 正好看到浑身是血的燕奴 还有那被绑着的乞丐少女 让他笑了起来 上次在仙山客栈 他听到燕奴说 要找苏帝宗麻烦时 他就觉得燕奴会跪 没想到成真了 你这家伙 果然在这里 孙悟空恶狠狠地 看向上官刀圣 入魔的记忆还在 所以 看到上官刀圣 他就杀心生起 上官刀圣 领着十几位圣人想杀他 他身为齐天大圣 能忍 面对他的目光 上官刀圣打了一个寒战 他没有立即逃 因为他 知道他逃不了 是那个人 乞丐少女抬头仰望 看到秦军等人 他顿时就想了起来 当时机不败与烟奴争气 让他记忆犹新 秦天帝 苏飞和沉申问道 此言一出 整个苏帝宗哗然起来 现在谁人不识秦天帝 再联想到圣门大战 苏帝宗的弟子们 都惶恐起来 如今的苏帝宗 秦天帝宗能打赢齐天大圣 那就是齐天大圣吗 和我想象中一样 桀骜 别感叹了 我们要死了 这里可是苏帝宗 并非天虎宗 别怂 苏帝宗弟子们交头接耳 大部分人都充满了恐惧 最近的风云消息 已经将秦天帝和齐天大圣 推上一个高点 几乎无敌 仿佛顶级势力不出手 无人能奈何他们 你们 苏帝宗的圣人 插手朕与圣门的恩怨 甚至还对阵的齐天大圣出手 你说 该怎么解决 秦军俯视着苏飞河问道 虽是大罗始先 气势 却压过苏飞河 让苏飞河 感觉到了无尽的压力 头皮都开始溢出冷汗 他不是怕秦军 是畏惧秦军掌握的力量 你想怎么办 苏飞河咬牙反问道 上官刀胜转头 难以置信地看向苏飞河 这番话 明显是要卖他的架势 他上官刀胜 为苏帝宗付出了多少 刀胜之名 可是以累累白骨堆积而成的 毫不夸张地说 他对苏帝宗的功劳 甚至超过苏飞河 宗主 你 上官刀胜颤声道 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飞河喝骂道 闭嘴 冰冷的眼神扫向他 如同再看一具尸体 让他更加心凉 朕要他死 秦军指向上官刀胜 让苏飞河松了一口气 但秦军话还未说完 只见他的食指 又指向苏飞河 道 还有你 苏飞河感觉自己被戏耍 勃然大怒道 秦天帝 你别欺人太甚 圣门之事关我何事 哄 所有苏帝宗弟子沸腾起来 全都难以置信 这就是他们的宗主 面对外敌 竟然不庇护自己人 秦军恶然 没想到这丝如此不要脸 明明看起来一副 刚正不阿的模样 还敢狡辩 孙悟空提着混沌紫金棒 就冲了下去 宛如陨石袭来 气势不可阻挡 眨眼间就来到苏飞河头顶 苏飞河惊怒交集 连忙挥剑抵挡 第1247章 新宗主 当棒箭相机 孙悟空砸得苏飞河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双膝震碎地面 导致整个苏帝宗巨岛 剧烈一颤 狂暴的风浪 向四面八方掠去 惊得苏帝宗的长老 执事们纷纷暴退 下方的弟子们 如同海浪般被掀翻 画面无比壮观 这股力量 苏飞河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只感觉双臂失去知觉 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 孙悟空 面目猙獰地俯视着他 寒声道 你这家伙 还有点本事 说话间 他猛然一加厉 苏飞河只感觉 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袭来 双臂瞬间爆裂 手中的剑 被混沌紫金棒砸落 身体不受控制地跌飞出去 轰的一声 撞在苏帝神像上 十万丈高的苏帝神像 微微颤动 燕奴艰难抬头 看去 看到苏飞河如此凄惨 双肩鲜血淋漓 他不禁咧嘴一笑 你这奸人 该死 燕奴盯着苏飞河说道 语气充满了杀意 苏飞河的注意力 都被孙悟空牵动 哪里顾得了燕奴 他努力站起来 望着孙悟空 急声道 齐天大圣 你好歹是大圣 何必如此粗鲁 秦军笑了 其余神魔也是如此 就连凌玉琪也无语了 这就是苏帝宗宗主吗 如此孬肿 苏帝宗全员上下 都不敢相信 包括上官刀圣在内 宗主 上官刀圣身子不停地颤抖 比起苏飞河抛弃他 他看到苏飞河贪生怕死 更加难受 苏飞河可是代表着苏帝宗 他的一举一动 关乎着苏帝宗的名誉 他竟然向秦天帝一行人求饶 此事若是传开 他们苏帝宗必将成为千古笑柄 让上官刀圣的心都在绞痛 气息稳乱 看向苏飞河的目光 由愤怒变为杀意 定 触发支线任务 苏飞河的杀意 任务详情 苏飞河假意向宿主求饶 心中恨极了宿主 又要将所有跟宿主有关系的人 统统杀掉 若是宿主击杀苏飞河 将获得一次神魔召唤 机会 一次神魔巅峰机会 一次神魔副本机会 一次随机抽奖机会 系统提示应忽然响起 秦军轻易一声 没想到这家伙城府如此深 只是装冒 这种人反而更可怕 越能隐忍 心中的恨悦深刻 杀了他 秦军轻声吩咐道 此言一出 苏飞河大惊 连忙叫道 别杀我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 只要让我活下来 把苏帝宗交给你都没问题 可惜 秦军没有理会他 孙悟空则提邦向他逼近 欺人太甚 苏飞河暴怒吼道 话音落下 他猛然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鲜血破皮而出 双眸中射出两道紫光 射人神魂 轰隆隆 整个苏帝宗巨岛 开始剧烈摇动 一股恐怖绝伦的气息 从苏飞河身上爆发出来 一股股诡异的紫色气流 盘踞他周身 那是 上官刀圣瞪大眼睛 不远处的断壁圣人 不禁咽了咽口水 他们都知道 苏飞河在施展神通 此神通 乃是苏飞河的保命神通 每一次使用 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伤及元神魂魄 碰 孙悟空身形忽然加快 一棒全力砸去 将正在施展神通的苏飞河 砸得血肉横飞 就连苏帝神像 也被砸却一个口子 裂缝向外掩斩而去 如同蜘蛛网 咻 苏飞河的元神迅速顿出 又要逃脱 孙悟空转头 眼睛一瞪 两道金光射出 生生将他击散 定 完成支线任务 苏飞河的杀意 获得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一次神魔巅峰机会 一次神魔副本机会 一次随机抽奖机会 伴随着系统提示音 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意味着 一代枭雄的陨落 天地寂静下来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 望着孙悟空的身影 仿佛还处于梦中 上官刀圣和断臂圣人 更是脑袋当机 愣在原地 被绑着的乞丐 少女张大小嘴 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好强 凌玉其低声难难道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 孙悟空的霸道表现 但再一次看到 也会被孙悟空的恐怖力量 震撼道 天虎宗宗主 也是如此惨死的 连元神都来不及逃脱 把他救下来 秦军只向乞丐少女说道 杨俭当即闪身过去 一刀劈下 绑着乞丐少女的绳索 顿时断了 这时 孙悟空转身来到上官刀圣面前 双方相距不到一米 四目相对 吓得上官刀圣老人都在振战 完了 上官刀圣闭幕 准备接受死亡的降临 混沌紫金棒 带着撕裂一切的禁风落下 并没有砸到他 算了 饶你一命 孙悟空的声音轻轻飘来 惊得他连忙睁眼 正好看到孙悟空转身 背对着他 这道略显消瘦的身影 却是给他无尽的压迫感 只见 孙悟空向断臂圣人杀去 吓得断臂圣人 连忙转身逃跑 哄 混沌紫金棒身长 将他捅爆 紧随其后的是两道金光 灭其元神 又一尊圣人陨落 所有苏帝宗弟子 鸦雀无声 梁九 方才爆发今天的喧哗 完了 苏帝宗威也 齐天大圣 到底是何方神圣 太强了 宗主和李长老 就这么死了 没想到我们苏帝宗 真的要步入天虎宗的后尘 只是一妖 我们苏帝宗就挡不住 他们绝望 惊恐 擎天地身后 还有不少强者 都未出手 谁敢保证 齐天大圣 一定是最强的那位 乞丐少女 迅速跑到燕奴面前 逃出一枚丹药 让其服下 他转头看向云彩 之上的秦军 目光充满了感激 秦军面无表情 道 悟空 杨茧 回来吧 上官刀圣 没有被孙悟空斩杀 他没有询问原因 他相信孙悟空 有自己的原因 只剩下一名圣人的苏帝宗 已经无需忌惮 他们接下来需要头疼的 不是如何向秦军复仇 而是生存 一名超一流势力被重创 肯定会引起周遭 其他势力的 觊觎 甚至分食 很快 秦军等人迅速离去 这时 燕奴缓缓起身 宛如走向陌路的洪荒凶兽 咆哮道 从今日起 我旁边这位 苏密 就是苏帝宗新的宗主 谁敢反对 第1248章 万古妖孽 新宗主 就凭这名小乞丐 苏帝宗顿时炸了 秦天帝和齐天大圣 已经离去 他们刚从绝望中走出来 怎会同意他人强占宗主之位 做梦 我苏帝宗宗主 怎有你们这种贫贱之人做 刀圣还在 他想当宗主 现在只能让刀圣做宗主 或者去请动太上老祖 秦天帝 难道就没有人能制止他吗 估计只有至尊神殿 百里加 人祖宗堂 古摩神殿能制服秦天帝 苏帝宗弟子们 议论纷纷 他们并不慌乱 毕竟最大的麻烦已经离去 上官刀圣拿出双刀 冷 声道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也想当我苏帝宗宗主 燕奴扭了扭脖子 捡起巨大石棒 转身看向上官刀圣 他乃苏帝后人 如何不能当宗主 燕奴的眼睛里满是血丝 苏密站在他身后 倔强地望着上官刀圣 毫无畏惧 苏帝后人 上官刀圣眼中 闪过一丝惊疑 他忽然联想到 苏飞和 没有杀苏密 而是将其绑起来 莫非有内情 就在这时 苏帝神像忽然震战起来 一股来自远古的苍茫气息 从苏帝神像中传出 十万丈高的石像 动起来 何等恐怖 让所有弟子慌忙起来 还以为又有什么变故 诸天宇宙 我为尊 大盗三千炫我 一道声音陡然响起 仿佛在所有人耳边 乍响 上官刀圣和燕奴 都是猛地回头 难以置信地望着苏帝神像 苏密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顿时激动起来 与此同时 秦军等人 已经远离苏帝宗 圣人的速度 几乎是跨越空间 云彩上 秦军笑问道 为何不杀上官刀圣 刀圣见尊 已经备斩一尊 若是连刀圣都陨落 风波将更大 孙悟空挠头笑道 我觉得不能总是一直杀 应该为陛下招兵买马 内宇宙的强者太多 想要站稳脚跟 光靠大秦天庭 所需时间太长 李元霸和杨简 诧异看向孙悟空 这泼猴 什么时候变聪明了 玉顶真人摇善笑道 则则 看来菩提祖师 当真是教了一位好徒弟 菩提祖师摇头失笑 看向孙悟空的目光 满是宠蜜 鸡不败 死到 后土都是笑了笑 主九英泽 打量着孙悟空 不知在想些什么 凌玉琪静静地听着 他很好奇 齐天大圣那么强 为何还对秦军言听计从 饕贴则趴在秦军脚边睡觉 秦军乐了 道 朕的悟空又成长了 你怎就知道 上官刀圣会 因此感激朕 孙悟空得意笑道 因为他看向那位宗主的眼神里 充满了恨意和愤怒 想来此人 对苏帝宗是忠诚的 甚至前面 还阻拦苏帝宗宗主 斩杀那位宜蛮族圣人 所谓宜蛮族后者 正是指燕奴 他们当时赶来时 并没有立即出现 而是观望一会儿 才出手 有意思 秦军笑容更加灿烂 孙悟空 这是要从猛将 转变为统将的趋势 其实他没有执拗的 让孙悟空杀死上官刀圣 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另外 他看出燕奴 苏密似乎 和苏帝宗有着某种关系 日后苏帝宗 或许能成为他的棋子 日后集燕魔神族 也加入大秦天庭吧 姬不败忽然提议道 听得秦军翻白眼 没好气道 你就说你想加入得了 集燕魔神族 就只有姬不败一位 还以族论 姬不败 嘿嘿一笑 他确实有这个想法 以前他只觉得 秦军的大秦天庭 是儿戏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不堪一击 但现在 心情截然不同 孙悟空强欲他 菩提祖师 他看不透 未来 大秦天庭 还会冒出多少强者 他很期待 他最好奇的是 秦军背后 到底有谁在撑腰 距离八荒 还有多远 秦军向伏熙问道 闯八荒 回旋当宇宙 是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伏熙沉印道 估计还有半个时辰 强如圣人 都需要花时间 才能感到八荒 可见内宇宙有多大 秦军盘坐下 开始思考 他现在还有两次 神魔召唤机会 七次神魔巅峰机会 六次神魔副本机会 两次极限觉醒机会 三次听到机会 两次死终巅峰机会 他打算回到外宇宙后再使用 现在队伍已经够庞大 若是在召唤 很容易走丢 毕竟八荒内凶险万分 号称圣人 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就在秦军深思熟虑时 苏帝宗的祸端 迅速传开 苏飞河与一尊圣人的陨落 震动方圆数个仙域 对于神秘而陌生的事物 生灵总会好奇 更何况秦天帝还如此强势 接连覆灭一尊尊超一流势力 莫非秦天帝的靠山是百里家 不一定吧 虽然秦天帝手下有一个家伙 身怀至尊法眼 百里家是不受妖族的 齐天大圣 肯定是某位妖族至尊显化 圣门 天虎宗 都陨落了 苏帝宗 只是死了圣人 这说明什么 说明 齐天大圣和苏帝有关系 如此看来 齐天帝足以担当万古妖孽 万古妖孽 每一尊万古妖孽的诞生 可都是伴随着累累尸骨 上一位万古妖孽 好像是纪隆渊吧 数十个仙域 无数宗门 世家 种族 都在议论秦天帝之名 甚至有人说 秦天帝可以成为新的万古妖孽 所谓万古妖孽 如同玄当宇宙的天骄一般 只不过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 凡是被按上万古妖孽之名的存在 只要不妖折 几乎都已成圣 圣门虽毁 但许多弟子逃出升天 使得圣门大战 在生灵们面前越发详细 关于养解身怀至尊法眼的消息 也不进而走 至尊法眼 可是百里家的独家神通 百里家不准族人与外人私通 就是 为了防止至尊法眼流传出去 一时间 秦天帝的身份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秦天帝来自百里家 也有人认为 秦天帝要被百里家除掉 秦军的名气 开始向整个内宇宙蔓延而去 甚至进入一流势力 顶级势力的眼中 而另一边 秦军等人终于来到八荒 第1249章 据授乐土 八荒 无边无际 被无尽浓雾包裹 站在云彩上往前望去 前方仿佛是另一片宇宙 除了后退 就没有其他方向 可绕过八荒 八荒到底有多大 一直都是一个谜 据说许多强者 都把八荒当作失联目标 能活着离开八荒的生灵 吾不是一方翔楚 陛下 此入八荒 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纵然我们有这么多圣人 福西望着八荒说道 他了解过许多 关于八荒的消息 知道的越多 对八荒越忌惮 秦军点头 他已经能感觉到 那股难以形容的压迫感 饕贴也不安起来 趴在秦军脚边 呲牙咧嘴 徘徊不停 很快 一行人就进入浓雾之中 云彩的速度陡然减缓 福西色变 惊道 竟然有神秘规则 限制空间穿越 与此同时 云彩开始下降 速度越来越快 凌玉齐连忙抱紧秦军 其余神魔 都感觉身上仿佛压了无数座大山 饶式菩提祖师 也不经皱眉 呼 菩提祖师迅速挥动浮沉 法力席卷开来 将整个云彩包裹住 使得下坠速度开始减缓 八荒进空 没想到是真的 福西的脸色无比难看 当初他听到这个信息时 不以为然 没想到连圣人也被八荒限制 秦军倒是很镇定 在内宇宙中 八荒有如此威名 若无惊险 反倒说不过去 这就是八荒吗 这股威压到底是什么 主九阴难难自语 只有险胜尽圆满的他 面对八荒的威压 只能瑟瑟发抖 死到满脸凝重 感叹道 传说八荒是远古大街的中心 无数强者葬身于此 经过无数纪元 这里是比求命欲 还要恐怖万倍的绝地 他以前来过内宇宙 曾经就想闯八荒 奈何实力不足 鸡不败则满脸亢奋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去找寻那名吉言 魔神 没多久 他们穿过滚滚浓雾 无尽山林 映入他们眼中 在浓郁之中 竟然是一座 无比庞大的大陆 他们无法看完大陆的全貌 因为这里的山峰 最高少说 也有百万丈 怂入浓雾之中 鸣 一道斯鸣声传来 惊得他们转头看去 只见一只一盏万丈的黑鸭 从远方的浓雾中 窜出 双翼震动 黄蜂呼啸 黑鸭似乎没有看到秦军等人 迅速向八荒大陆 飞去 他的身形越来越小 很快就消失于山岸的另一端 半圣 伏羲沉声道 刚来就遇到一头半圣 铃玉骑下了一跳 八荒竟然如此凶险 竹九阴和玉顶真人 更是脸色无比难看 可想而知 以他们的修为 若是闯入八荒 怕是凶多吉少 继续前进 秦军平静道 有孙悟空和菩提祖师在 他可不怕 很快 他们便落地 若是保持飞行 伏羲承受不住 就连菩提祖师也说 不能长时间飞行 怪灾 为何那头鸟可以飞 李源霸挠头难难道 八荒太大 若是不行 何时才能找到那位吉岩魔神 菩提祖师望着远方道 那头黑鸭 应该是诞生于八荒 不受规则排斥 强达天道至圣境的他 都看不穿八荒 八荒到底藏着什么 前方是山地 杂草兮兮 大概四五千米外 山栏并起 越往里越高 仿佛没有尽头 众人开始前进 孙悟空和李源霸走在前面 菩提祖师和姬不败 走在最后 福西和杨茧在左侧 死道和后土在右侧 正好从四面保护秦军等人 神识无法散开吗 秦军轻声问道 落地后 四周鸦雀无声 无比寂静 头顶遮天的浓雾中 明明没有太阳 却有光芒照耀 整个八荒大墓 如触白昼 不能死到摇头 菩提祖师没有吭声 只是脸色有些不好看 可见天道至圣 也无法在八荒内做到 随心所欲 这时 一道身影 从滚滚浓雾中穿出 迅速落地 他身穿蓝色舞袍 腰间配着一把长剑 和一把刀 面容冷峻 八荒 我铁书上来了 说完 他猛然向前狂奔去 秦军等人回头看去 还以为有强敌来袭 哪知此人 直接从他们身旁掠过 沿着山坡 一路冲上去 很快就消失于 秦军等人的视线中 刚才那人是圣人 李元爸错愕地问道 他们竟然被无视了 鸡不败点头道 气息不稳 估计是刚突破圣人镜 林玉琪 朱九英 玉顶真人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刚才进来 就遇到一头半圣 现在又遇到一名圣人 莫非八荒是圣人的乐园 秦军笑了起来 他对八荒的兴趣 却是越来越大 队伍继续前进 翻过一座高山 站在山顶上 他们望去 脸上都是惊艳之色 八荒并非他们想象中 那般荒芜 反而青山绿水 一副壮美山河的美景 前方是一座座 高低起伏的山脉 大概在数十万米外 是一处如同海洋般 辽阔的巨大湖泊 隔着这么远 都能看到一头头巨鱼 从湖中腾跃而起 这么大 该去哪儿找那位极烟魔神 李元爸苦恼道 神石不能用 又不能飞 太磨人了 没有人回答他 因为众人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哄 东侧的一座山峰 忽然爆碎 碎时 带着长烟 向各个方向砸去 如同允星席地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赫然是先前 那名自称 铁书圣的蓝袍男子 此刻的他 颇为狼狈 沿着山坡 与岩石一起滚落而下 毫无圣人风范 秦军等人没有嘲讽他 而是将目光定格在山顶上 那尊庞然大雾身上 那是一头好似蜥蜴的恐怖巨兽 长着六只眼睛 通体墨绿色 光是头颅 就有万丈宽 在他面前 任何生灵都会 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长长而分叉的舌头 不停地吞吐 六只眼睛转动 他张嘴 口吐人言道 小子 敢打扰我睡觉 我要吃了你 铁书圣落之山脚 方才稳住身形 他 额头破皮 鲜血一出 咬牙望向蜥蜴巨兽 骂道 谁让你这么打 我还以为是山 说完 铁书圣拔出腰间的刀剑 左手握刀 右手提剑 纵身一跃 向着蜥蜴巨兽杀去 这家伙是什么修为 秦军好奇地问道 好大一只巨兽 气势汹汹 比先前那头黑鸭还强 第1250章 圣人的存在感 圣人静中期 孙悟空轻声道 目光盯着蜥巨兽 充满了兴趣 光是头颅 就有万丈宽 其本体的有多大 还有那六只眼睛 明显不凡 只不定会有什么特殊神通 林玉琪看得美目发直 铁书圣 手持刀剑 身如旋风 右脚往山坡上一块巨石灯去 借力腾飞而起 瞬间飞起数万丈高 去死吧 大爬虫 铁书圣抱贺一声 刀剑 骑骑劈下 刀器剑气化为 亿万道锋刃 瞬间淹没 蜥蜴巨兽 地动山摇 不禁狂风呼啸大地 飞杀走时 饶式勤军都很难失误 孙悟空猛地将混沌紫金 傍处在地上 一股无形之力荡开 瞬间将漫天风挡下 好似一堵风墙 甚是壮观 蜥蜴巨兽张嘴 长蛇 好似侧天巨鞭抽来 撕裂刀器与剑气 拍在铁书圣身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 铁书圣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砸得浑身圣骨破碎 五脏六腑巨伤 风暴瞬间消散 铁书圣砸穿一座座山峰 消失于地平线尽头 蜥蜴巨兽似乎愤怒未消 纵身一跃 秦军等人只感觉视线一暗 很快又明亮起来 只见蜥蜴巨兽宛如步骤神山般 向地平线飞越而去 呼呼 风沙飘过 秦军等人还处于震撼中 机不败 菩提祖师 孙悟空 死到 还好 其余人可不一样 圣人尽忠欺 放在内宇宙中 也能成为一方强者 如来深吸一口气 感叹道 当真是圣人满地走 自从被秦军解救回来后 他就变得沉默寡言 一是溃于孙悟空 二是实力不够 他不知说什么 但进入八荒后 他还是被震惊地 发出感慨 曾经 他认为 圣人至高无上 现在 圣人似乎不值得一提 最要命的 是他距离圣人境还差得远 继续前进吧 秦军摇头一笑 有孙悟空和菩提祖师在 圣人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那家伙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冲入圣人境 就敢挑战圣人境中气的巨兽 李源霸嘀咕道 众人也这么认为 从铁书圣境来起 这家伙 就表现得异常亢奋 跟客药似的 一行人继续前进 时间迅速过去 队伍前行一个时辰 却没有再遇到一头生灵 铁书圣 与蜥巨兽 也消失不见 八荒仿佛 变为死地一般 他们来到一条大河旁 此河尽头 就是那好似汪洋的巨湖 河水流动汹涌 凡人若是进去 会瞬间粉身碎骨 河面宽达千米 对于他们来说 算不得什么 此河不对劲 好浓的血腥味 煮酒阴皱眉道 巫族对于鲜血的气味 最为敏感 李源霸走到河边 嗅了嗅道 河底沉寂了太多尸骨 林玉琪被浓郁血腥味 刺激得无嘴 嗅眉紧促 他境界太低 根本受不了 直接飞过去吧 秦军开口道 这里的气味 让他也受不了 不想久待 众人都没有意见 刚准备纵身跃起时 一股澎湃杀气 从大河中传出 惊得他们连忙停住 河底有东西 孙悟空叫道 当即飞至河面上 混沌紫金棒 往下捅去 哄 大地剧烈摇晃 无数水花击飞而起 高达数万丈 一条巨蟒 熬笑而出 披着森绿色鳞片 宛若乾隆出渊 震撼天地 巨蟒眼神阴寒 看向孙悟空的目光 充满了杀意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一排排尖锐的獠牙 又要将孙悟空吞没 哼 孙悟空不屑冷哼 双手抓着 捅入大河中的 混沌紫金棒 举起 巨蟒的肉身 被混沌紫金棒捅穿 就这样被孙悟空挑出大河 欲顶真人 如来 竹九英 凌玉琪 看得冷汗淋漓 只见巨蟒的全身 暴露在蓝天之下 宽达七八百米的蟒身 在阳光下 宛如一条 壮观长桥横尘虚空 一片片蛇鳞折射着寒芒 你这妖孽也想吃我 孙悟空满脸讥讽 他与巨蟒相比 如同蚂蚁挑大象 画面 极具视觉冲击力 他用力一甩 就将巨蟒抛飞出去 消失于数十万里外 天地交合出尽头 此蟒也有半圣修为 伏羲感慨到 进入八荒后 遇到的三头巨兽 没有一尊低于半圣修为 怪不得 八荒让人闻风丧胆 看来那位极严魔神强的离谱 秦军摸着下巴难难道 能成为八荒最强者 可见对方的强大 说不定连菩提祖师都不能敌 一想到这儿 秦军眼珠子开始转悠起来 他现在还有两次极限觉醒 要不要给一位使用 福西 后土 主九英 若是使用极限觉醒 可能镇不住 预定真人 何如来 秦军将目光看向他们 预定真人 首先被他排除 毕竟这丝才败入他手下 怎能给极限觉醒 如来 或许可以 经历过古佛之劫 这家伙的忠诚度 已经达到九十九 极限觉醒后 应该也不会超越菩提祖师 两人可以彻肘制衡 只是他们都来自一个教 会不会联手 一时间 秦军开始犹豫起来 陛下 该继续出发了 福西提醒道 他不知 秦军在想什么 若是知道 肯定会激动地推荐自己 孙悟空 李元霸的成圣 已经刺激了他 他们都已经知道 秦军有一项 能让他们修为飞跃的神秘神通 暗地里早就开始垂涎 秦军点头 搂着林玉琪 向大河对面飞去 这时 一道破空声传来 他们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金色长红高速驶来 拉近距离一看 这是一名四壁男子 赤着上身 肌肉无比夸张 满脸横肉 眼神凌厉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前面的人 等一下 四壁男子 喝道 声弱悬雷 响彻天穷之下 秦军毫不理睬 继续向河对面飞去 众人围绕着他 紧随其后 当他们落地时 四壁男子则飞了过来 他打量着秦军等人 疑惑问道 你们来自哪个市里 他一眼便 看穿李渊霸 杨简等人的修为 竟然有这么多圣人 着实不简单 秦军瞥了他一眼 问道 你要什么事吗 这让四壁男子皱眉 秦军一名大罗史仙 也敢向他对话